冬冬的鼓声 气势磅礴地传来 原来是国际学生会的 一国美食摊位 我觉得台湾的 就是它会想 比较符合台湾口味 会比较清淡 就没有我们 我们那里那么道地 就是有我们国际学生 住的会更有家乡味这样 在慈激大学中 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 海外游子 对于台湾与家乡 不同的饮食文化 而有所感触 其实我觉得口味的部分 就是我们越南的就很咸 然后我觉得台湾的 就是比较特别 就是有辣 然后也有蒜 然后也有甜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们各国都有自己的特点 所以我是觉得 多去体验 它就是口味很丰富这样 搭旦异国美食的同时 阵阵香蕉饭的蒸汽 不断传来 这是慈激大学 人发系的汤味 ViuViu的私房料理 香蕉饭是太鲁阁族的 传统特色料理 竹叶包裹着米饭 令人不禁食指大动 校园记者 苏妙会 曾贝山慈激大学报导 优优独特色料理 优优独特色料理 我一路是尝词看看 我一路是尝词精安 阅区多精湓 我一路是尝词